申巴汪峰极品前任的商业图谋 请点赞订阅并转发 谢谢 文章来源 小于恩 是的 你没有看错 这不是被扫 这是国际名模葛惠杰小姐 这是她删了又发 发了又删 但索性被截图的微博 葛惠杰小姐是谁 这两天还能有谁 比她更斯逼拉红呢 感情纠葛我就不想说什么了 毕竟作为国际名模 葛小姐早已失业多年 身材走了形 纹身 烟巴 刀巴 遍布的情况下 怎能不间歇性的发作呢 毕竟 每次她逻辑错误 前言不达后语的思望风时 葛小姐其实都在为她的商业帝国 添砖加瓦 烹饪新菜 2013年7月 汪峰张子怡恋情 被发现 2013年8月 葛惠杰爆出时间可以治疗 带出了自己品牌宣传照 2013年9月 汪峰张子怡牵手照被曝光 2013年10月 葛惠杰爆出自己的淘宝店铺地址 2015年4月 汪峰张子怡热恋新闻频出 2015年5月 葛惠杰再次曝光自己的另一个淘宝店铺 2016年2月 张子怡晒幸福照 2016年2月 葛惠杰跨界撕逼张子怡 为自己电影先搬校园拉票 想想 我们真是眼睁睁地看着葛惠杰小姐 在这场撕逼大战中成长为商界女强人的呢 1、前菜模特不是走秀才能赚钱 拍照一样也可以 宣传照什么的信手年来 葛小姐也是小赚了一笔 2、梁菜作为国际名模 穿衣打扮必定有着独特的品位 所以 葛小姐开启了淘宝店 作为一名国际名模来说 网店的品位确实独特 不过经营护肤类的那个店铺已经关门大吉 毕竟 看着你每天吸烟喝酒 丰富夜生活 葛小姐 你这个皮肤要能好 还真把我们当白吃了 不过服饰店还在 虽然连黄钻都没达到 凉菜吗 这样的级别可以了 3、热菜当看官们 还在笑谈八卦葛小姐的情感纠葛的时候 人家早已跨界发展 开始唱歌了 热菜起锅了 相信就凭这首歌曲名 《怒放》 葛小姐收获不少 也直接给自己和团队找到了一个宣传的最佳捷径 毕竟 葛老板非常会让大众知道 看点何在 你绝对想不起怒放的生命 请注意 大戏从此浓墨重彩 还有2216万票房的先班校园 也是葛小姐转型的又一热菜 这次的菜品 对于葛小姐和她的团队来说 不是很满意 于是时间轴再次对应 情人节 她又开始怒斥 甚至不惜扯上了自己的孩子何章子一 不过不要紧 葛小姐撕个逼铁定能再上个几百万的票房 你以为这样就结束了吗 4 甜品一天之前 葛小姐的微博粉丝只有40万 一天之后 因为葛小姐的敢于直言 顿时让微博粉丝上升了15万 这道饭后甜品挺值得的 至于背后的商业价值 又会为葛老板的业务带来多少增量和扩展 估计她的团队正在测算中 准备了这么久 看着各盘菜品陆续摆上桌 葛小姐和她县男友集团队也是蛮不容易的 可惜不专业无水准 无关注无传播 就这样眼看着一道道的菜品冷掉 于是葛老板只能加大火攻汪风 以谋提高个人知名度 好使得产品售卖有个好转换率 不思前任钱 谁都不知道他是谁 一思再思 就算明知不在一个量级 仍然可以让谁都知道他是谁 因为 不论好坏 他以功成名就 喜欢我 不喜欢我 I don't care 我们就这样看着前任陈年往事 随着产品线推广不断编造上演 我们就这样成为中国最傻情感教父教母 我们就这样眼睁睁的看着葛老板发家致富 责任编辑 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